台铁太鲁阁号408车次的事故 酿成严重伤亡 在一片就责声浪当中 民进党立委陈欧珀提出了一个临时提案 要求在事故现场建立太鲁阁号纪念碑 来警惕后事 这个临时提案还有立委背书 结果被网友骂翻天 认为这根本是多花钱又无济于事 更大酸 这就是蔡政府口中的谦卑谦卑再谦卑吗 派鲁阁出轨事故地点满目疮痍 更让50个家庭破碎 为了让后市警惕民进党立委陈欧破提案 要在现场盖纪念碑 就是这份文件曝光后随即引发质疑 该不会政府目得的款项 又拿去盖碑被拦用 这一点也是网友会担心 或是会觉得说 是不是这次的善款会有其他的用途 一连串低级错误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不是列一个纪念碑 一个纪念公园就可以弥补的 网友也大反谈 到处都是纪念公园跟纪念碑 是想打造台湾碑琴城市吗 还是建边坡防护墙比较实际 盖纪念碑就能解决问题 各地都盖纪念碑就好了 更有人酸 要不要顺便盖提盖游乐园 难道蔡政府的千碑千碑再千碑 值得是纪念碑的碑吗 为了检视后人 其实国民党立委叶玉兰也建议过 将伤亡最惨重的第八截车厢 放到二二八公园永久保存 但无济于事的提案 跨党派都看不下去 如今执政党立委提案在惹争议 据战传杨岳达台报道 东兴营造监工林长青 则是被益违反采购法 预令三百万元交保 但家属一度筹不出交保金 直到上午十一点多 才有人带钱到地检署 而交保之后 林长青面对镜头 依旧不发抑郁 不过他的弟弟跳出来 帮他喊冤 表示哥哥第一时间 是听了李逸祥的话 才会协助阿好离开事故现场 当时并不知道 李逸祥和阿好之间的关系 至于工程车被指出 藏在草丛 他则是反驳 哥哥是依照警方的指示 不能移动 不是刻意藏命 欧高林长青被依违反采购法 预令三百万元交保 家属一度筹不出钱 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左右 才有人来帮他交保 交保出来的林长青态度依旧 面对媒体追问 林长青嘴巴闭得紧 不说一句话 随即坐车回到住家 而他的弟弟则是跳出来 帮哥哥喊员 林长青弟弟表示 哥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受李逸祥委托 请人把阿好带离现场 当时并不知道两人关系 他去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完全不知道 就知道这样而已 弟弟说他们并没有 借牌的情况 而是因为要评鉴的关系 所以一起参与评鉴 也没有收戒牌费 另外林长青把工程车开回家 停在路边被指藏在草丛 他也反驳是依警方指示 不能移动 弟弟极力想帮哥哥洗白 但调查动作不停息 云南会下午带走林长青的儿子 林伟仁的两台电脑 要从事剥茧 把事实意义釐清 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送太鲁阁号 罹难司机员 袁全修最后一程 台铁首次派出专列 载着他的骨灰送他回家 途中还特别停靠新竹新妇站 让他的师傅钟明洪上车 向他道别 钟师傅说 袁全修聪明体贴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情同父子 对于袁全修用尽力气 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 钟师傅也说 以他为荣 希望袁全修一路好走 全修 这是你教导的师傅 钟明洪 钟师傅 他来看你的 唯一徒弟 不幸殉职 右手敬礼 左手紧紧握拳 支付钟明洪 强染泪水 送袁全修最后一程 不舍知情 一语言表 全修论物完成 一路好走 袁全修骨灰 就放在他穿着制服的遗照旁边 为了送他最后一程台铁首次派出专列 载他回家 先站停树林站 让他完成下班任务 接着停靠新竹新赋站 让钟师傅上车 与他告别 钟师傅说 袁全修是他唯一徒弟 虽然只待他十一个月 不过袁全修聪聪明董事又贴心 失事前一天 两人还有碰到面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别 男人情同父子 袁全修离世 钟师傅相当目捨 离难前最后四秒 袁全修依旧用尽力气 紧急刹车守护乘客安危 应勇殉职钟师傅为他骄傲 以他为荣 记者林处强 特人报道 泰鲁阁号出轨事故 导致现场轨道 还有电力设备受损 台铁积极抢修相关设备 原先评估在周五深夜完成修复 周六开始试运转 不过进度大幅超前了16个小时 周五下午5点已经完成修复 如果联合检查没有问题 晚间6点就开始试运转 最快8点前完成 至于在隧道的部分 交通部长林佳龙发文表示 如果隧道的结构 在16号通过了安全检测 20号之前就能够恢复 全线通车 多名工程人员站在电力维修车上 对每条受损电缆做最后检查 另头也有许多工程人员 拿着工具检查轨道修复状况 7号台铁拖出太鲁阁号第八节车厢后 开始积极抢修受损设备 包含轨道电力和耗制设施 现在也传出因为修复过程相当顺利 进度提前16个小时 希望在5点能够完成他们的自主检查 那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联合检查 那联合检查结束 如果说顺利的话 那我们会在6点左右呢 就来开始进行这个试运转的工作 我们希望说一切的时程 控制在今天晚上8点以前来完成 原先台铁评估 9号深夜才能完成修复 10号开始试运转 但最新进度是由工物 电物 各组自主检查后进行联合检查 如果没有疏漏 9号晚间6点开始派车 以时速30 40以及60公里试运转 我们的整个测试 是这个从得到何人这一段 包括电力 包括耗制 那就是这两站间的做 来来回回的做测试 不过即便是运转通过 还得等隧道完成安全检测 交通部长林嘉隆就发文表示 如果16号隧道结构通过安全检测 才能在20号前恢复全线通车 一旦专家发现问题 也会同步补墙 不会急救张 一定要确保东部 运输安全 接下来众号报导